首先这个保护点 拆开有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找一个手动螺丝的 或者用这个变卷 把螺丝推出来 推出来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内板把它拔开 拔开以后就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板 然后再拿一个新的 新的如果是 有些这个里面 这个两个地方没有短露的话 就要用这个变 短露的话就不用插这个线 这个挑线帽要插这两个挑线帽 这里面如果是那个的话 就不用插挑线帽 然后再把这个 拔开 把这个螺丝松开 松开以后把这个线 把它拔开 用这个焊息的就不用插这个短露帽 如果没有焊息就把这个插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 放一个新的 放一个新的 然后再把这个宽的 这个旋钮线 要插到这个上面 这个宽的上面 然后这个电源插到这个端口 第二个这个端口上面 然后两个马达 就要挨平这边插 这个端口 这个边 这个边 方向不能插错了 平的插这边 插好以后 然后再用这个手动的螺丝刀 或者用这个带电的 把这个板这样子再打进去 把这个螺丝再拔好 拔好以后再把这个板这样子 放进去 放平在下面 最下面这块边把它放平 放平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 拖住这个胶边 往这下面轻轻地把它放平 放正 放正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螺丝 像刚刚怎样拆的 那你就怎样把它 再装回去 再把这个 这个螺丝这样 把它打平 这个螺丝也是一样 这样把它打平 打平以后 再把这个保护点 这样切在上面 切平 这边也是 把它保护点切 这个保护点把它这样子 切平 切平以后 然后这个就OK了